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Shane 今天是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七套动作 一共有八个动作 前一个复合组的运动是深蹲加跳 还有一个是斜前、卧推和飞鸟的联合 好,深蹲加跳就是拿好哑铃扶住 然后做深蹲的动作 是后蹲后坐,大概1.5间宽 哦,不对,我再从头来做 顺蹲加跳,后蹲后坐,然后跳 就是这样,好,这个不要砸到这里 然后是第二个动作是 斜前上推和飞鸟 两个结合的动作 斜前上推就是稍微斜一点这样 而不是这个直着这样上推 然后 衔接一个飞鸟,这是一个动作 好 好嘞,然后这样一共15个 第二个复合组的第一个动作是滑船和硬拉的结合 就是拿好眼睛,这样滑一下船 然后把它拉起来 是罗马尼亚式的硬拉 然后呢,就结合一个摘手的佛组 好,咱们现在用这个浮重上演示 这也是可以大概1.5个肩宽 这样做硬拉的时候,屁股要往后顶 然后先做一个滑船 然后拉起来,可以用大一点重量 拉起来 好,然后这个工作完成 然后我们就做摘手的佛组 现在做1.5个 1.5的意思就是呢 摘手就是和肩宽 1.5就是说你下去到一半 然后再做一个完整的 这是2 3,好,应该要做15个 好了,这就是第二个复合组 好,第三组的运动 一个是仰卧单抬腿 就像臀桥躺着一条腿抬 然后另外一个是拿着雅铃 把它侧面,屈臂侧抬 好,先是第一个动作 把雅铃放在自己腿上 然后抬腿 用负重的,单腿的 臀桥 这样一侧15次 然后再换侧 好嘞,这都好了 第二个动作是躯臂侧抬 还是躯臂侧抬 对,这个对侧面的肌肉都所训练 第四个复合组的第一个动作是一个平板的后蹄 单侧的后蹄腿 好,先做好一个平板 平板就都要平的 然后这个呢,是腿要往上走 不要往前走 不要往前走 然后往上 身体也是做好平板 一侧15次 这样,不要塌腰啊什么 最后一个就是提鞋动物 提鞋动物的 这个呢,就是一边提着一个箱子 另外一边,肩膀上扛着一个东西 或是用高抬腿这样来扶重 可以往前走 也可以原地的 这样,数20次 就像那边侧腿 20次 一共40次 就足够的时间 来练习你这个手提拉 在这边这个肩膀上扛着了 也可以做 往上举着 然后呢,也可以做 往前的 对 不同的上臂肌肉 不同的训练 好了 今天的八个动作就是这样了 好,谢谢大家 这是第七套动作的八个动作 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